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死亡占卜的第二部恶灵世源 春花是一位单亲妈妈 自打老公几年前出车祸去世之后 春花是又当爹又当妈 非常的不容易 由于家里的开销比较大 他只好干起了副业 专门替人招婚通灵 说有这么一天 王大白带着闺女来到了春花家 想跟死去多年的老婆聊几句 刚开始王大白的闺女是一点都不信 觉得春花这些都是骗人 可随着仪式的进程 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出现 加上春花利用画出的忽悠 把王大白激动的是泪流满面 紧接着重头戏来了 当王大白说要把房子抵押出去 把钱借给女儿的男朋友的时候 王大白的老婆坐不住 跟杨王爷请了半天假 直接从那边穿越了回来 把王大白吓得心脏病差点饭 其实王大白的闺女猜的还是不错的 刚才的招婚仪式 全是春花和他俩闺女时间安排好的 目的就是赚点钱补贴这家用 那些忽悠人的机关 也都是春花利用聪明材质自主研发 晚上春花的大女儿去童鞋家玩 见到了一款刚出的通灵板 人们通过这玩意儿 可以跟死去的前人对话 类似于咱们通常所说的笔线递线 春花的大女儿整天在家 搞这种鬼把戏 因此她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大女儿说什么鬼呀 全是封建民戏 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 第二天一早 大女儿的同学狗胜来找大女儿一起上学 虽然这狗胜长得人模狗样 但春花还是严厉的警告了 暗示狗胜如果感动大女儿一根寒毛 它将让狗胜死无葬身之地 对于一个17岁的男孩来说 春花的警告把狗胜彻底给吓尿 为了让自己招魂占卜的表演更加逼真 春花听从了大女儿的意见 到商店买了一块新出的通灵板 由于春花招魂通灵的事 小镇上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因此她的小女儿在学校经常受同学的欺负 学校的校长是一位丧偶的奶 老婆死了之后成为了神父 平时对春花的家还是比较关心 小女儿放学回到家 对春花新买的通灵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通灵板有三个规则 一是不能一个人玩 二是不能在墓地玩 三是记得说再见 为了让通灵板看上去像那么回事 春花在上面加装了磁铁 这样就可以人为的操控通灵板的互动范围了 有些人之所以有信仰 其实大部分都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系统 虽然春花明知道这玩意是封建迷信 但还是通过通灵板跟他死去的老公打了个招 他老公没有反应 也是他预料之中的事 可当他前脚刚走通灵板这边就出现了状况 而且自打这个通灵板被买回家之后 小女儿的行为也越来越诡异 他和家里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似乎建立了某种联系 并且通过通灵板彼此交流 到了后半夜 大女儿的被子被鬼给拽掉 虽然没出什么大事 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转过天 春花被神父请到了校长办公室 原因是小女儿的作业看上去 明显就是某个大人帮了钱 在排除了春花和大女儿之后 这件事也变得越来越神秘 小女儿说是他的一个新朋友帮自己写 但这位新朋友到底长什么样 谁也没见 由于春花拖欠了银行好几个月的费用 因此有关部门准备没收他家的房子 这个家是春花和他老公一起建立起来 意义非凡 小女儿用通灵板把这件事 告诉了他那位死去的老爸 当春花和大女儿坐在门口发愁的时候 小女儿提了一包钱走了过来 这些钱是从地下室的墙壁里找出来 根据小女儿的说法 这个藏钱的地方 是他老爸通过通灵板告诉他的 应该是这个房子的前主人留下的 为了验证小女儿的话 娘仨开始玩通灵板 很快一些诡异的现象开始出现 而且春花提出的问题 也都被准确的回答出来 虽然春花整天靠装神弄鬼片前 但他却从来不信这一套 因此眼前出现了这种状况 让他感到既害怕又激动 大女儿拿起通灵板好奇的往外看 一个诡异的身形突然一晃不见 不过大女儿怎么看也不像是他老爸 虽然春花已经警告过狗生了 但两情相悦狗生早就把春花的话 抛到九条英外 幸亏神父及时出现 这二位的吻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神父把大女儿叫到办公室 因为小女儿已经四天没来上学了 他想知道是为什么 小女儿之所以好几天没上学 是因为他和老妈春花正联手 替客户招魂的 因为只有小女儿才具备通灵的能力 以前春花替别人招魂那都是假的 这次可是真的 客户大婶那位死去的老公 很快就借助小女儿的口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不过自打小女儿有了通灵的能力之后 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脖子时不时的就会腾痛男人 小女儿没办法 只好借助通灵板 问他老爸脖子腾的事 接下来可怕的事情怕什么 他老爸没来 另外一个眼睛瞪了像灯泡 刷了一身黑漆的大哥出现了 被邪灵赴了身的小女儿 跑到姐姐的枕边碎身间 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 把大女儿惊出了一身的白毛汗 转过天 小女儿在学校又受到了两个熊孩子的气 不过已经被邪灵赴身的 他已经具备了超能力 只见他猛的一发功 可怕熊孩子揍得不清 晚上春花受到邀请 来餐馆和神父一起吃饭 两个孤独寂寞的灵魂 在一起回忆了过去 又展望了未来 春花这边前脚刚走 大女儿就把狗圣招家里来了 小女儿虽然没说话 但她已经看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大女儿说 你自要是敢把狗圣来咱家的事 够咱妈 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子 很快 大女儿和狗圣在楼上亲了嘴了 狗圣从楼上下来之后 小女儿的行为越来越古怪 她不仅把姐姐的洋娃娃的嘴给封住 而且还用波兰语 洋洋洒洒的写了几个脑子 这一家三口 脑子最清楚的就是大女儿 她已经看出毛病了 但是不知道毛病出在哪 她隐隐地觉得 这个在她家出没 并影响她妹妹的鬼魂 并不是她老爸 小女儿用波兰语写的文章 被大女儿送到了神父那儿 神父也看不懂 她决定把文章 拿给一位从波兰过来的修女看 几天后 神父提着包来到了冲花家 想亲眼看看这家人 到底在闹什么妖娃 经过小女儿的发工 神父那位死去老婆的灵魂被招出来 但经过测试 神父发现跟她对话的 并不是她老婆的灵魂 而是一个能读懂得 心思的邪恶的存在 因为她在提出问题之后 对方是根据她脑子里的 所思所想做出的 有针对性的回答 不过为了不打草惊蛇 神父并没有当场 识破这个鬼吧戏 随后神父支开小女儿 跟冲花和大女儿 一起来到了楼上 神父说 那几张波兰语的文章内容搞明白 是一个叫马克思的人的日记 三个人正在楼上聊着呢 狗圣突然来到了冲花家 看她意思是想找大女儿 再捏捏捏 影片在这里运用了 平行蒙太奇的手法 随着神父的讲述 小女儿带着狗圣来到了地下室 马克思成长于 二战时期的波兰 日记的内容主要说的是 他和他的家人 在德国入侵时的一些遭遇 马克思在日记中提到了 集中营里的一位德国医生 这位医生被称作是恶魔医生 因为他对魔法非常感兴趣 并且经常在病人身上做实验 后来马克思被盟军解救来到了美国 但他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里 他再次遇到了那位恶魔医生 一天深夜 恶魔医生把马克思带出了医院 来到了自己的家里 也就是春花目前居住的这幢房子 马克思在日记中说 在这幢房子的地下室有一个密室 恶魔医生一直在密室里进行人体实验 手段残忍毫无人心 这些被恶魔医生拿来做人体实验的人 死了之后全都变成了鬼 整天徘徊在这幢房子 春花一家人搬进来之后的 吃喝拉撒睡 他们全看在眼 每一个鬼就是一个摄像头 光想想就不寒而离 当神父春花和大女儿从楼上下来 发现狗声被吊死 大女儿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一叫 三个人来到地下室 神父伸头往里面一看 发现全是被恶魔医生 害死的人的遗憾 这个时候 墙那边传来了小女儿的呼救声 神父顺着通道爬进了密室 也就是当初恶魔医生 用来做人体实验的地方 屋里灯火通明 老式留声机里播放着 一首当年的老歌 气氛烘托的恰恶好处 这个时候小女儿出现了 原来那些被恶魔医生 害死的人的灵魂呢 全都附在了小女儿的身上 春花和大女儿正焦急等待的时候 神父从那边爬了出来 不过此时的神父 显然已经被那些鬼魂给附了身了 春花和大女儿一看大石不好 磨头就跑啊 眼瞅着春花要倒霉 神父利用自己顽强的意志 暂时遏制住了谢灵的控制 趁着意识还清醒 神父把门给锁死 其他附在小女儿身上的怨鬼 一看可不干 猛的一发光就把神父给弄死 接下来鬼魂们发起了总工 把春花和大女儿可揍的不轻 春花从昏迷中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固定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大女儿及时出现了 根据他死去老爸的提示 只有把这些鬼魂的嘴封住 使他们发不出声音 才能彻底把这些鬼魂制服 但这些鬼魂也不是白师办的 利用超能力附在了大女儿的身上 并且借助大女儿之手 把春花给杀 春花却跟老公团聚了 小女儿没了踪影 大女儿因为受刺激 进了精神病院 病房里大女儿自制了一个通灵板 然后开始召唤自己的妹妹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下去 阴阳之间有通道 但是不能开玩笑 一旦打开那道门 搞不好就死翘翘了